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美即将进入贸易协议的优化阶段 这些离不开中国做出的让步 当然也裂不开美国的妥协 包括放弃一些此前让北京无法接受的核心要求 根据英国路透社4月15号的报道 由于北京的反对和抗拒 美国最终软化了在产业补贴领域对中国的施压力度 希望以此能够加速贸易协议的达成 产业补贴问题是中美贸易谈判的棘手问题 因为它涉及到中国的产业政策 按照白宫在贸易战之初的说法 美国要求中国能够彻底放弃产业政策 原因是这些政策伤害了美国企业在华竞争利益 美国这种要求无异于让中国放弃一些长期战略规划 甚至可能要改变经济制度 为了应对美国的这种压力 中国调整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 现如今为了最快在5月达成协议 美国谈判人员开始确保在已经达成共识的领域能够签署协议 这些领域包括结束强制性技术转让 改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扩大中国市场等 这些都算是中国做出的让步 另外 在莱特希泽的努力下 中国同意在数字经济和贸易领域做出部分让步 比如允许美国在云计划领域进入中国市场 当然 贸易协议中还会提及产业政策的问题 但相比较其他议题而言 协议不会就此做出细节性的说明 中国曾在今年初承诺结束国内产业政策当中扭曲市场的行为 但一直没有提供实现这一目标的细节 从美国当前的让步来看 特朗普赢得这场贸易战的标准也在变化 其中就包括放弃之前的核心诉求 按照纳瓦罗等鹰派之前的要求 美国赢必然是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 但这是不可能的 美国也不得不顾及中国的内部挑战与改革 或者说中国的面子问题 现在中美都让步的形势下 即将达成的协议将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意愿 美国国内鹰派当中肯定会有人不满意 但大家不得不接受 因为特朗普自始至终在贸易问题上都是在玩弄政治 讲究的就是一种平衡 莱特希泽等人深谙此理 比如虽然特朗普身边的鹰派对中国政府主导或干预市场深恶痛绝 但特朗普本人则非常希望中国发挥政府职能 让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商品 以此象征性地缩减美国对华贸易赤字 能够有此购买力和效果的只能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不过在通讯等领域 美国不希望中国发挥这种政府职能 美国当前对中国企业华为的指控和封杀 就是基于这种片面的认识 无论如何 71岁的莱特希泽也面临很大的压力 此时此刻的他最怕功败垂成 让自己光辉的一生土增污点 这位昔日曾让日本低头的谈判能手始终受制于特朗普的政治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目前这位鹰派谈判家对特朗普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虽然一些重要问题尚待解决 但双方正取得重要进展 效果超过贸易战已始预期 所以莱特希泽也需要一个平衡 一方面 他要满足特朗普的诉求 尽快敲定协议 毕竟白宫上下已经给了他足够的时间 另一方面 他谈判达成的协议必须满足国内大多数人的意愿 如果这场贸易战输了 或者说中国现在撤出谈判 特朗普在政治上将是输假 虽然中国在经济上会继续遭受损失 但特朗普的政治生命毕竟有限 2020年连任竞选的启动难免会有些艰难 莱特希泽的首要任务 就是确保中国不退出谈判的前提下 尽可能多地获得中国让步 但为此 自己也不得不应中国要求 做出相应的妥协 这是任何一种谈判的正常原则 否则就是敲诈勒索 据了解 就执行机制而言 美国已经同意相应的惩罚机制 也适用于美国 这也算是美国该有的妥协 自去年美国总统对中国等战略对手 以及欧盟等盟友 挑起一系列贸易纠纷以来 莱特希泽在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地位 一直在稳步上升 2018年12月 在美国财长努姆钦和商务部长罗斯 推动达成协议的努力失败后 特朗普便让莱特希泽 负责领导于北京方面的谈判 报道称 接下来的几周将决定 特朗普对莱特希泽的压注 是否压对了 如果这位美国贸易代表 把中国逼得太紧 谈判可能破裂 这将对特朗普的首要政治议题 和核心贸易议程造成严重打击 如果莱特希泽 太过轻易地与中方达成和解 特朗普可能会因达成一项软弱的协议 而在国内引发不满 这还会给他2020年的连任选战带来麻烦 莱特希泽当前阶段面临的危险之一是 他可能会发现 自己与特朗普之间出现矛盾 如果这位善变的总统不听从他的建议 或在即将与习近平达成协议时改变主意 让莱特希泽措手不及的话 但接近谈判的人士表示 与对待其他人的态度相比 特朗普在与莱特希泽打交道时 表现得格外谨慎 一位了解近谈判情况的人士表示 特朗普给了鲍博稍微多一点的空间 因为他知道 如果莱特希泽走了 这笔交易就黄了 他没有可信性 报道指出 还有其他潜在的陷阱 莱特希泽一直身处一个机能失调的政府 为一项重大协议进行谈判 特朗普政府内部 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 而且关键岗位和内阁官员的人员流动性很大 与此同时 来自国会的压力在迅速增加 主要是要求莱特希泽和白宫 在最后阶段尽可能保持强硬 报道强调 在眼下这个关键节点 如此多人都在努力揣测莱特希泽的观点 以至于有关他的传言最近在华盛顿甚嚣沉上 就在本周在努勤宣布与中国就执行机制 以基本达成协议后 莱特希泽办公室拒绝证实这一突破 被视为两人之间存在分歧的一个迹象 本月早些时候 有未经证实的传言称 因为莱特希泽的插手 特朗普4月底宣布举行峰会的计划泡汤 今年2月 莱特希泽与特朗普在土原型办公室 进行了一场不愉快的交谈 现场有摄像机拍摄 之后甚至有传言称 莱特希泽真的是受够了 因为疲惫不堪或绝望 已经准备辞职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有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